哥哥那个盒子 也都是空的呀 莫非这盒子里的东西 长了个脚 自己跑了 除非 有另一种结石 还有第三个人 这第三个人 才是凶手 门窗都是从里面锁着 况且还有方公子的千灵阵 若是真有第三个人 那他是怎么出去的 宗正指挥室 还真指挥小霞大鱼啊 你这么说人家听不懂 我帮你翻译一下 就是骂你蠢 密室杀人案发生的还少吗 你可别忘了 被你无辜杀了玉丘双尸顶 不就出现在 不肯出现的地方吗 你也别生气啊 况且哪 你们不觉得有一件事情 很奇怪吗 何诗 邪 邪 鞋 金满堂的鞋啊 他只穿了一只鞋 他们搏斗之时 慌忙掉了一只鞋 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个金满堂啊 穿的不是钱口驴 而是马靴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马靴 平时穿的都比较麻烦 怎么会因为打斗而跌落 再说了 如果金满堂被董灵掐住 他拼尽最后力气射出袖剑 董灵又因躲剑而死 那足以证明两个人是同时死亡的 我特别想问问你嘛